国会目前正在辩论心智能力修正法案 法案通过后 国人将可通过新设立的公共监护人办公室线上服务 申请注册持久授权书和办理相关程序 截至今年5月底 本地共有超过12万人注册了持久授权书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次长蔡瑞龙 在提出心智能力修正案提出 提二读时强调制定持久授权书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冠病疫情下 更凸显了提早做好规划的必要 修正案内容包括 允许国人通过公共监护人办公室线上服务 制定永久授权书 电子版永久授权书将获得我国法律承认 另外如果公共监护人有理由怀疑授权人 在被欺骗或施压情况下立下持久授权书 公共监护人有权采取行动 向授权人提供可疑信息 制止不法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